接過慰問金 貧困真屬很感恩 每年在農曆春節前夕 复聯會議就有分會議 都會送上暖暖的祝福 與實質幫助 希望讓貧困真屬能過個好年 很感謝 過年以前的市長夫人 來關懷我們這些的 孫兒都去做兵 關懷我們這裡 很感謝 我們每年三節的 對義男真屬的慰問 放放這個慰問金 我很感謝我們軍友戰 給我們安排這個時間 這個機會讓我們來 复聯會能夠做慰問的活動 一年三節非常的快 我也希望長年來 過去是在軍隊 來發放慰問金 但是現在我們國防部隊 軍隊的照顧 伙食方面都很充足 所以我們就利用三節 來對我們義男 這個真屬來做比較清寒一點的 由我們軍友戰提供這個名額 來讓我們婦聯會做這個活動 非常感謝 今年一樣 由基隆市軍人服務戰方面 選出十位急需受助的貧困家屬 對於每年 婦聯會所付出的愛心與關懷 軍人服務戰方面非常感恩 那個婦聯會 來我們慰到我們這個義男的真屬 這次春節慰問 他們總共辦理了十位 還是代表軍人之友社 對於婦女 對於婦聯會 長期對軍中這個同胞的關懷 表達感謝之意 以實質需求來幫助貧困真屬們 春節前夕 讓人感受到暖暖的溫情 記者蔡小軍采訪報導 今晚 今晚